現在這一場就是由 Negai Hoshi來講那個 從QT翻譯進入OSS翻譯 讓我們掌聲歡迎他 大家好 我是Negai Hoshi 那你要念作 Boshi也可以 那如果你不太會念日文 那講願知心也是可以啦 那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我現在還是大三神 然後我現在幫那個 自由軟體那個OBS跟QT翻譯 那這邊有我的資料 你有興趣的可以去看 那我大概講述一下QT是什麼東西 那QT它是一個C++的應用程式開發框架 那基本上它就是把你從那個黑白 黑底白字的那個程式 變成四川畫介面的東西 那它是開放原始碼 如果你想要改變它 你都可以去貢獻這樣子 那我翻譯東西 我翻譯QT我是翻譯什麼 我主要是翻譯這個QT Creator 那你現在所看到的那個中文的話 是我兩年前提交的中文版本 那它這個工具的話是寫QT的那個 就是一個我覺得應該是最方便的工具吧 那它大概有所見極左的UI設計 然後可以加入版本控制 這我就不多講 因為我今天主要是要講翻譯的東西 那原本QT4.8版是沒有翻譯中文版 那是刻意在那個QT5的時候才把它加進去 那我大概講解一下翻譯的有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現在翻譯就只有我一個人 那沒有人幫忙翻譯 那最新版那個5.2版的話 它的四川有8000塊要9000 所以我一個人翻不完 有人要幫忙的話可以跟我講 那還有就是當初那個4.8版的 是決定要做翻譯中文是從簡體那邊直接做過來的 所以會有很多簡字 那我大部分都改過 但是可能還是有些地方沒有弄到 那這個可能就要請人來校正 不然就是要再花時間去做 那做這個翻譯有什麼好處 就是你翻譯的理 應該說你翻譯的理由是要 要達成什麼樣的目的 我覺得主要是那個降低使用的門檻 你今天你碰到一個軟體 你很多人你今天你對英文不大懂 那我今天可能上網去找看有沒有中文版 如果沒有中文版 那我可能會去找其他軟體 其實今天軟體比較好 那它今天是英文版你可能選擇 你可能就不會選擇用它 所以這是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這是一個困擾 所以我覺得你能夠幫忙翻譯 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翻譯有什麼好處呢 你多看那些翻譯的文件 那些東西你可以不用害怕看英文 那講好笑點 你翻譯的話你看到那個貢獻者那邊 看到自己的名字你會很爽 那主要是你會覺得你今天弄出來的東西 可以有很多人用它 那其實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除了這兩個以外 還有一件事情是 我之前暑假的時候 每次幫一個商業公司翻譯 那我一開始的話是 他們有一個工具是可以幫忙 把你那個就是照片的metadata把它砍掉 就是把你電腦裡面的metadata全部砍掉 那那個時候是只有英文版 可是我發現它的檔案裡面 有翻譯的工具跟文件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翻完 然後我寄給他們之後 他們就直接送我他們的專業版的那個軟體 所以其實也是有蠻好的啦 那你要如何幫忙翻譯 總歸納來講的話大概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bug report 就是你去他們的那個bug提交的地方 提交那個就是那個嚴重等級是在於輕微 然後屬於建議性質的 然後你就把你要的翻譯的訴求跟他們講 那如果他們說這個方法 就是你不可以在這裡這樣做 那你就是去問他們對應窗口的人來做 那這個是我當初那個 我記憶性去說要幫忙翻譯Q這個事情 那我是直接把翻譯好的檔案給他們拿 然後他是大概一天就馬上回我 就是說有哪一些資訊可以看啊 然後你應該要怎麼做都有跟我講 那你會碰到哪一些格式上的問題 翻譯基本上我現在看到的話有四種 那常見的是那個PO檔 這個還蠻常見的 然後TS是Q的他專用的 TXT是一般小型的軟體 他是一個英文字對上一個中文字 然後這個text也蠻常見的 那Jason就是一個 他是直接key是給你 就是那個Jason的key值是給你英文 那你要在值的這邊的話 你要填上中文這樣子 那我這個這個的話是 左邊是PO檔的格式 右邊的是圖形化 就是他有個翻譯工具叫POEdit 那你可以去抓下來用 那你要幫忙翻譯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是TN,TS檔 TS檔它原本上是XML的格式 下面就是那個cuter的翻譯工具 那你可能會碰到哪一些難題 像是專有名詞你要不要翻 通常是不要不要翻 可是你翻譯成中文是為了降低使用門檻 使用者就是看不懂 所以我常常會猶豫說 有一些東西到底要不要翻 只不過通常到最後可能還是保留原文 因為他這樣才能查 近視詞的話 的問題就是 New跟add 在中文的意思上是很相近的 但是其實它兩個意思是不同 因為一個有新的意思 一個沒有 New New是新增 然後add是添加 所以兩個其實是不大一樣 但是你用起來是感覺是一樣的 像這種東西的話 你就是要多多的考慮一下 那翻譯的交流的話 這邊是中文化的社群 那如果你有興趣或是想幫忙 就可以到這邊來 那上面那個mail list 你大概記一下信 表明一下意願就會有人幫忙 就是會跟你講說 你可以去幫忙哪些專案翻譯什麼的 那主要是它可以 就是你翻譯常常會找 會碰到一些你沒辦法翻譯的東西 那藉由討論會比較好 像是有一個英文詞位叫做render 那我們在繪畫上 我們叫它渲染 可是你今天你在3D繪圖的時候 你要怎麼叫它渲染 它就不是啊 對 所以 這個 常常都有人在討論這一件事情 那 那就 欸 我最後給個建議 如果你之後要幫忙翻譯的話 你就相信自己 你覺得哪個最好你就翻 你覺得哪個最好你就翻 對 那 欸 我再給一些建議好 欸 你在翻譯上啊 欸 我想一下 除了 除了你碰到問題可以問人之外 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那個 自己去爬爬 爬爬看 因為有一些人他們會放出蠻多的那個 那個翻譯表 你可以去看看 像我們這邊是有做 那個 中文化社群那邊是有一個小小的表啦 那 你可以去參考上面的那個 上面的英文 要怎麼翻 通常會有一些建議 那 大概就這個樣子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吃點心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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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